经常吃鳄鱼的朋友都知道 在野外不是烤熟就是水煮 而他们就不一样了 直接挖了个坑把肉放里面 利用烤热的石头焖烤一天 这样弄出来的肉特别嫩 加上因为用香蕉叶包裹住 还增添了古淡淡的清香 大家围在一起啃肉 这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服 挑战进行到第24天 太拉祖正忙着迁移到新的区域 现在天气那是热的不行 感觉就像是在铁板上行走一样 林西都感觉自己有点脱水中暑 随时都有可能会晕倒 而安波的身体就更加糟糕 没走一段时间就得停下来休息会 非常影响团队前行的速度 安波现在的情绪那是相当低落 很想退出挑战回去好好休息会 队友在一边不断鼓励安慰着他 野外求生就是挑战超越自我 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时候 只要能熬完这段路程 大家肯定能一起完成挑战的 安波对此那是相当感谢 短暂休息过后 又要继续赶路前往湖水那 太拉知道亚当和安波有矛盾 他不想这影响到团队气氛 希望大家都把精力放在赶路上 尽管安波已经累得不行 但是他不想辜负大家的鼓励和帮助 强忍着难受不断往山上走去 现在脑中只有一只走下去 其他事情自己那是一点心思都没有 他们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 总算是看到那湖水 距离目的地就剩下最后那几英里了 这里的资源肯定会特别丰富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想去钓鱼了 大家憋足一口气走往湖水那前行 谁都没有想到凯拉组也在这边 他们突然听到什么声音传来 立刻发出声音回应 凯拉组这听到人类的呼叫声 那是激动的不行 没想到会合剩下的选手会合 凯拉组冲过去迎接队友 一个个兴奋的跟猴子一样 他们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快就大家就聚集起来 也不知道凯拉组这有没有水喝 现在实在太需要补充了 大家简单交流过后 总算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接下来他们要一起完成挑战 凯拉组的资源非常丰富 非常乐意将东西分享给大家 就是庇护所得自己搭建了 马路里一边带着他们到庇护所那 一边介绍着周围有什么资源 内森觉得这是目前碰到最好的地方 很有信心能够弄到足够的食物 凯拉组这庇护所屋顶还没弄好 他们等会还要继续搭建 看到地上的鳄鱼头挂在那 林熙对此那是相当敬佩 反正自己是没勇气去独自受敛 这边庇护所肯定是容不下那么多人 信号附近的材料比较多 他们一人收集一点也很快能搞定 林熙打算在庇护所隔壁搭建个 也能容下两到三人 而内森则是帮忙将屋顶搭建好 打算将横梁放在中间 这样大家都能用得上 安博感觉那是相当的累 自己并没有选择躺着休息 反而在那不停地干活 真怕他干到一般就晕倒在地上 正所谓人多力量大 庇护所搭建的速度非常快 框架都已经搭建好 现在就需要棕榴叶往上面铺满 亚当虽然觉得自己独食没有错 但是不想因为这影响到团队 他不知道该怎么道歉好 只要亚当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相信安波是会原谅他的 问题就是亚当就是不承认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林熙对此那时相当着急 在这里如果没有团队合作 是很难独自一人完成挑战的 眼看就快要天黑了 庇护所这边还没有搭建好屋顶 只能祈祷今晚不会下雨吧 如以后听到大猫的声音 庇护所那也就内森有所警惕 立刻将周围队友叫醒 刚刚大猫就从庇护所附近路过 这可把泰拉吓坏了 幸好他肚子并不是很饿 就在大家以为大猫走远时 真怕他突然从灌木丛跳出来 也就泰拉胆子大点去检查 虽然没有看到大猫的身影 但是声音还能清晰听到 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 大家整晚都没怎么睡 林熙觉得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要不是内森把大家叫醒 都不知道那大猫会干什么 必须得这庇护所后面弄堵墙 大家简单交流后 决定先将庇护所完善好 然后再一起去湖边钓鱼看看 亚当思考了一个晚上 他终于还是决定和安波道歉 哪怕自己不知道错在哪 但是希望这样能让关系缓和点 看到亚当道歉 安波心情才稍微好点 他希望亚当能有所改变 别再因为自私而导致团队出现问题 最后两人拥抱在一起 换做是你会接受亚当的道歉吗 亚当觉得说出来心情好多了 他们又可以像之前那样相处 很有信心能够一起完成挑战 很快一些人就来到湖水边寻找食物 这片水域到处都是鱼 安波非常有信心能够钓到 他们最想看到的还是那鳄鱼 虽然能听到鳄鱼入水的声音 但是这么多人就是找不到 时不时还能看到鸭子飞过来 这边的资源确实非常丰富 泰拉觉得可以拿弓箭尝试一下 要是能射中职也不错 内森觉得还是抓些鱼当诱而好 这边撒网肯定能抓到不少 随便找了个地方尝试了下 虽然里面大部分是杂草 但还是能从中找到点小鱼 这些正好拿去做诱饵 送上门的食物 鳄鱼没道理会不吃 大家都在尽自己的努力多抓些鱼 就不知道那鳄鱼什么时候过来 泰拉跟着鸭子一路过走过来 很难道找到出手的机会 他非常想为团队做出贡献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所事事 自己什么诱饵都没有放 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下来喝点水 泰拉在这已经蹲了相当久 总算是等到鸭子下来休息 泰拉慢慢绕到侧面拿起弓箭 这差的实在太多了 我建议还是老老实实去抓鱼吧 这边水里有太多的杂草 灵溪和内森每次都要收拾很久 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不能继续在这边钓鱼 得到深水区那边才行 这也意味着要制造个木法出来 现在也就内森抓到鱼 如果没有杂草干扰的话 他觉得能够抓到更多鱼 虽然鱼块头并不是很大 但是拿去煮成鱼汤也不错 每个人能分到的肉并不多 只能算是稍微缓解下饥饿 他们一直思考着 怎么把鳄鱼吸引过来 全靠着他解决大家食物的问题 挑战只剩两周的时间 这里距离目的地还有19英里 后半段的资源并不丰富 在这能否收集到足够多食物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接下来挑战的结果 所以每个人都非常焦虑 凯拉建议最后两天赶路过去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扛得住 像安波走10英里都要缓好几天 泰拉对此也是相当担心 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 大部分人都很难完成挑战 最好就是先走一半的路程休息几天 这样大家才有希望一起完成挑战 说再多其实都没有用 还是得看鳄鱼会不会松上门 挑战进行到第27天 内森正忙着收拾材料制造成木阀 只要能到深水区那边撒网 他很有信心能抓到一堆鱼 这样抓鳄鱼的诱饵也有了 安波觉得这可行性非常高 立刻加入到里面帮忙 可惜目的地附近没有河流 不然后面赶路也能轻松点 内森非常感谢安波过来帮忙 两人互相交替砍树 工作效率瞬间就提高不少 泰拉看着他俩砍树有些好奇 还以为是砍下来做柴火 没想到是用来做木阀 他觉得这主意那是相当好 立刻加入到砍伐的队伍中 如果这木阀制造成功 他们能做更多的事情 虽然内森并不善于表达 但是他一直都在为团队而努力 泰拉对此那是感到非常开心 他相信大家一定能完成挑战的 马洛里有空就去钓鱼 要是能钓到大鱼做诱饵 这样鳄鱼过来的机会也大点 附近的杂草实在是太过烦人 经常会把鱼线给缠绕住 尽管如此还是抓到条大鱼 他等会就要将这鱼头拿去做诱饵 现今已经成功过好几次 只要这片水域里面有鳄鱼在 他就有信心能抓得到 马洛里还教大家怎么布置 一定要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鳄鱼才会游过来咬钩子 听完马洛里的教导 林喜总算是知道 他们为啥能抓到鳄鱼 这实在是太有用了 以后他可以尝试一下 希望以后也能够抓到头鳄鱼 幼儿这边已经布置得差不多 林喜觉得团队气氛那是越来越好 他就喜欢跟大家一起为食物而努力 泰拉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 他也很想加入到他们里面 可惜自己没有带鱼线 不然一起抓鱼肯定很有趣 大家一天忙下来那是相当疲惫 也就亚当比较精神还在那说话 其他人类的都不想搭理他 只想就这样躺到第二天抓鳄鱼 幼儿确实是有用 但是鳄鱼比想象中还要暴力 直接挣脱逃离这里 等到他们醒来去检查的时候 这才意识到鳄鱼跑了 至少知道这边是有鳄鱼的 可以弄多点陷阱和诱饵 总有一天能抓到那鳄鱼 马洛里突然发现这鱼头不见了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鳄鱼 他活动范围不会离着太远 耗费点时间精力肯定能抓到 亚当拿着鱼网尝试抓些鱼上来 安波肚子一直在那饿得咕咕叫 目前这里获取到的资源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附近的杂草实在是太多了 亚当也不敢保证能抓到鱼 就是怕突然有条鳄鱼游过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鱼线一下子就断开了 刚刚很有可能就是鳄鱼咬的 亚当不断撒网清理杂草 里面还是能弄到点小鱼 安波觉得他改变了很多 至少会为了团队合作而努力 这些勉强能过过嘴瘾 关键还是得看那鳄鱼 要是这一两天还没抓到 他们怕是真的会把身体给泪垮 这次将所有鱼线都用上 总会有一个能抓到的吧 大家都是强忍着疲惫在干活 那次还在为木法尔努力 需要将每根木头拴至上面 幸好散绳还有多能捆绑住 他估计还得再放一天在这里晒干点 这样应该就能够承受得住 想法是挺好的 就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泰拉想呼叫人过来帮忙 然而他们满脑子都是钓鱼 完全没有听到泰拉的声音 这让他有些生气 要是早上抓到鳄鱼 情况或许就不会这么糟糕了 若以后大家坐在一起商量 他们觉得现在食物实在太少 要是明天还没有抓到鳄鱼 这身体怕是有人要坚持不住 泰拉只想躺着好好休息一会 团队气氛那是越来越沉重 就看今天能否抓到鳄鱼了 他们就已经做好准备去检查 就泰拉和内森还没有醒来 大家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 云线那都已经绷紧 很有可能是有鳄鱼上钩了 果然就在陷阱那边 心情那是相当激动 大家分工合作将鳄鱼控制住 鳄鱼长这么大 估计都没见过那么多人 总算是能吃顿好的 林西都激动到哭 这鳄鱼意味着 大家有机会一起完成挑战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如果没有大家一起努力 自己可能早就放弃挑战回家躺着 现在得抓紧时间 将鳄鱼处理干净 这么大一头鳄鱼 大家觉得他们能吃多久呢 泰拉和内森在庇护所都听到欢呼声 他们知道等会有鳄鱼能吃了 泰拉挺想加入到里面的 但是自己实在是太累了 错过和大家一起狩猎的机会 心情那是有点失落 安波并没有意识到 还在镜头前说女选手都过去了 泰拉听到后就更加难受 明明自己也是女选手 虽然是后天弄成的 她觉得自己真的是变了个寂寞 所以泰拉觉得应该说些什么 她不想被大家所忽视 希望能够参与到狩猎里面 原本大家抓到鳄鱼还挺高兴的 泰拉这样一说 气氛瞬间尴尬起来 灵溪表示只是怕那鳄鱼逃走 而且大家都有叫泰拉起来 泰拉并没有高兴起来 只是想到一边静静 灵溪对此那是相当的无奈 只能跟上去安抚泰拉 自从凯拉他们加入后 泰拉感觉自己就被大家冷落了 没有人在意她这做什么 灵溪现在也只能不断道歉安慰 两人互相交流过后 泰拉心情才稍微好了点 灵溪表示下次有什么活动 自己都会拉上泰拉去参加 最后两人拥抱在一起 希望他们之间的友谊能一直保持住 现在是时候一起将鳄鱼处理干净了 块头那是相当的大 先将表皮给包下来 内森还专门把鳄鱼的小兄弟取出来 这可是男人的加油站 凯拉也很好奇这味道怎么样 她一定要咬上一口 放到火上烤一烤 闻起来那是相当奇怪 内森和凯拉倒觉得没什么 口感还是挺不错的 推荐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灵溪对此那是相当不理解 鳄鱼肉难道不香吗 亚当和泰拉一起处理鳄鱼 其他的人负责烹饪和烟熏 内森打算在这里挖个坑 然后这里面放火堆和石头 等火堆熄灭之后 就可以铺上叶子 利用鱼热浆肉给烤熟 这样虽然肉不能保存的太久 但是要比烟熏方便很多 附近有不少香蕉叶 这些还能让肉增加点香味 东西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等会就可以放了鱼头和四只 剩下的肉全部拿去做烤肉 内森这看起来就像是个蒸锅一样 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吃 烤肉这边也弄得差不多了 虽然什么调料都没有放 但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那香味 先来尝尝鳄鱼新味道 他们现在就像狼群一样 每个人都有吃上一口 代表着团队齐心协力 实在是太久没吃到肉 安波感觉身体又活了过来 大家沉迷在鳄鱼的美味中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第三十天 内森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挖坑 效果比想象中还要好 现在还能感受到热量 叶子里面的肉都已经熟透了 直接放到嘴里品尝 这不比你手中的鸡腿香吗 早知道会这么好吃 之前抓到的鳄鱼也应该这样弄 鳄鱼肉搭配香蕉液真的非常香 大家话都没有怎么说 就知道这顿鳄鱼肉有多成功了吧 原本以为这鳄鱼肉能撑几天的 没想到一天就已经吃完了 身体这才刚感觉好起来 还有十天的时间该怎么办呢 最好就是能再抓头鳄鱼吃 不然后面还有很长有一段路要走 真怕大家坚持不住 挑战进行到第32天 内森总算是想起这木筏 现在得靠这个获取更多的食物 只要能进入到深水区那 内森那鱼网才能发挥出作用 木筏比想象中还要成功 站在上面都不会下沉 凯拉这边正忙着做船桨 虽然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效果那是杠杠的 他推着木筏到深水区那边探查 希望不会碰到鳄鱼吧 马洛里也在努力地钓鱼 希望大家都能吃顿饱的 一头鳄鱼八个人吃实在太快了 估计一人一头还差不多 泰拉又开始进到丛林里授炼 看着马洛里一直在那钓鱼 他觉得自己也要努力点 凯拉已经来到深水区那 试着这这里钓鱼看看 底下并没有凡人的水草 相信内森过来会特别高兴 凯拉没想到在这边还能看到泰拉 他也不急着去钓鱼 跟着泰拉到小岛上看看 一进来就发现有粪便 看样子应该是水豚的 主要是能授炼到一头也不错 泰拉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回去弄个陷阱过来 突然响起雷声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们得抓紧时间回庇护所那 早知道会这样 凯拉就不登岛了 在庇护所的人全部都去收集柴火 需求那是相当多 不知道下雨前能否收集够 马洛里并不想放弃那鱼线 哪怕是暴雨他也要去收回来 眼看距离挑战就剩八天了 大家觉得他们能顺利完成挑战吗